接下来听我念一段经文 是以父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 我为主做囚徒的劝你们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 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以和平彼此联系 协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意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位 正如你蒙召 是为同有一位指望而蒙召 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就是万人之父 超越万有之善 贯通万有在万有之中 把时间交给牧师 主内地圣姐妹 大家祝你平安 今天早上你来的时候 外面的空气真的是太美了 太新鲜了 是不是 我早上 在这边的时候 那种的新鲜空气无法形容 在城市的地方 昨晚下了一场雨 今天早上 但愿我们今天也能够享受主 在灵里面的那种的气息 使我们生命里面得到帮助 我们一起做一个仰望的祷告 父神我们要再次记录 这个神你的话语当中 求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 向我们说话 使我们回应 你对我们的呼召 你对我们的爱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我们祷告 Amen 今天牧师要分享的一个主题 是成为关系性的门徒 关系性的门徒 我们上一个月 就讲到成为一个体验性的 刚才这位动完眼部手术的 这位老姐妹 姐妹 姐妹 她跟我分享了 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因为她都体验上帝给她的平安 这么多年的清光严的问题 没有去处理 今天在处理过程当中 神有给她平安 她也经历到神给她的这种同在 这种体验是很棒的体验 因为这是你很个人跟上帝 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而今天我们的体验 今天我们要继续把这个体验 进入我们的关系群体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不懂你们有问题 为什么你们这样会常常讲 要参加什么聚会 要常常在一起 教会为什么一定要讲 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讲团契 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聚会 可以不可以不讲这些东西 可以吗 可以吗 从此以后我们不要来主日崇拜 在家里自己买一片lotte吃一下 买一大罐的rabina 就可以了 自己祷告 自己解决 可以吗 然后你说 我变团契 可能都在whatsapp里面 按按一下手指 用手部运动就好了 这样 可以吗 不需要脸对脸 这个手对手 你知道脸对脸 那个眼对眼 面对面 这种是有圣经跟巨人的 耶稣跟我们见面 不是用whatsapp跟我们见面的以后 祂是眼对眼 面对面见面的 我们是很期待 我们这位军王降临的时候 在你那时候 我们不是 耶稣说 我来了 你们在whatsapp里面跟我say hi一下 不是这样的 是面对面 脸对眼 所以我们是期待 既然我们跟耶稣都是要面对面 眼对眼 那我们跟弟兄姊妹 基督的身体 是不是一个应该是 怎样 有接触的感觉 有那种 打轻一下也好 抱抱一下也好 OK 你们有Holy Kiss的习惯吗 没有 一定没有的 因为我在这边这么久 没有看到Holy Kiss 我也没有这个Holy Kiss 你们一定听了这个Holy Kiss 又不知道 那你牧师 你要讲什么 我看这些只有你去到以色列的时候 人家才会跟你讲 什么叫做Holy Kiss 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 保罗不是有讲吗 你们亲吻的时候要圣洁吗 那亲吻的时候 你在想 什么意思 难跟难亲吻吗 没有 它是表示 圣父 圣子 圣灵 原来要有三亿神学惯的 是不是 我们今天华人就是 哪里会这样做 握个手就好了 表示我们尊重 表示我们有关系 事成了 事成了 这个是做生意 事成了 但是我们很少 我知道有一个教会 常常有这样做 但是因为那个牧师 很开放 所以我 我还没有到那个解脱 我们继续下去 我们谈到关系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 圣经怎么谈关系 或者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我们教会整个对关系的 神学观是什么 第一 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门徒或者是教会 本身是什么 它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必须是以基督 为我们的中心 我们是不是以基督 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你说可能我 现在还在努力着60% 没问题 你继续努力 我们继续努力 有些人说我才30% 继续努力 明年要到40% 还是到35% 我们继续体验这位主 我们继续一起地来认识 但是我要讲的是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而基督的身体里面 不是一个 而是基督身体 有许多的肢体 有许多的肢体 在这肢体里面 刚才我们所读的 以福所书第四章 那里讲说 这个肢体是怎样 是靠着主联合在一起的 是靠着耶稣联合在一起 而在靠着联书联合在一起 做什么呢 是要使他慢慢地成长 是要使他去经历 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 那种的力量 然后一起地 按着恩赐来服侍 然后来成长 所以基督是这个身体的中心 没有了基督 这个身体就是一盘沙 没有了基督 这个身体就是好像断鸟 断鸟之子的那个枯干的枝子 不是那一个树干 有生命的树干 是枯死的那个枝子 所以圣经用这一个 很强烈的这一种的语词 来表达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的就是 当以色列人被上帝救赎了过后 他们在西乃山里面与上帝立了这个约 今天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 耶稣约了很大的代价 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 而与我们立了这个约 所以我们今天都是被分别为圣的 一群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要常常聚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是被分别为圣 我们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跟这个世界一起 世界的人一起相处 但是我们没有忘记 我们是被上帝分别为圣的人 分别为圣的人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顺序 当然我们也是说 圣经经上又表达说 我们是上帝家里面的人 所以主席刚才讲欢迎回家 所以你有没有回家的感觉 来到这里的时候 有啊我最近也常常用 在另外一个教会 我常常讲欢迎回家 回家的感觉是很棒 华人很注重家的 有什么节旗大日子 我们都会纪念到家里面的老人家 我们都会想办法回去 跟他们做一个团聚 回家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 在上帝的里面也是这样 上帝召我们进入这个家庭 让我们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 这个家庭的成员 一定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人 是不是 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人 是不是 有许多顽皮的 有许多不听话的 有许多很乖的 有许多比较外向的 有许多比较内向的 不用紧 上帝总之 把他们在 借着耶稣基督 把他们系在一起 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 所以牧师已经讲了三个 一个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二我们是被分别为生的 上帝的子民 第三我们是上帝家里面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 弟兄姊妹 如果有另外一个教会来 讲员来到这边 他可能说你是我的表哥表弟表妹 还是什么表姐 还有表 但是无论是什么 还是弟兄姊妹 都是有亲的 都是有亲的 所以这三个的概念里面 我们看到 在这个里面 我们都需要关系的连结 没有了那个关系 你还是一个家吗 家里面如果没有关系的 那个家就不是一个家了 是不是 一个大物质 但是里面的人是不联系的 你说那个物质有什么用呢 给外面的人说好看吧 一个身体 如果肢体是断掉的 那个身体是很残缺的一个身体 也是不完美的 一个国度里面 一个子民的里面 大家打打杀杀 大家争来争去 那个国度是站立不住的 仇敌一来攻击 他就散开 他就散掉 不然他就被击倒了 再比较 所以这些我们看到说 这个关系的重要 就在这三个的神学观的里面 让我们看到这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我们看一下 所以教会是以基督为中心 无论我们是他的身体 还是他的子民 还是他的这个家里面的成员 教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基督是我们的中心 我们已经上一个星期 上一个主日上一次 我们已经有看到体验性 体验性的东西 体验性的 这次我们会谈到这个关系 灵性跟教导性 是下一次 我们就接下来再来谈 这四个 为什么我们要谈这四个 我要再次说 一个信心的门徒 或者是一个成长的门徒 一个健康的门徒 我们说我们必须要继续地 去经历这健康的塑造 我们养一个孩子 或者我们培育一个孩子 我们不单只是 怎样 我们不单只是让他体验 我们也要有关系性 我们跟他建立关系 让他怎样知道 怎么叫做跟人相处关系 相处关系 然后让他知道 关系的重要 关系的意义里面 是很重要的 没有了关系 我们的体验是很冷酷的 我们的灵性是很冷淡的 我们的教导是很理性化的 只是头脑 但是却没有实际 就好像约翰 老约翰所讲的 我们相爱 若只在语言上 那个相爱是很死宝的 那个相爱是很 是很 很无情的 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 但是我从来不跟你 有任何的接触 这种的爱是非常的 无情 这种的爱是非常的冷 冷却的 我们继续来看 OK 关系比较大一点 今天来谈关系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有一次我跟师母 就去心血来潮 她在网站买了一个 就是去spa 这个spa还特别叫做grace spa grace spa 你知道grace的意思叫恩典 我们要去恩典的一个spa room里面 去产生一下spa spa 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 哇 一进去那个空间里面的时候 你一定怎样 嗅到什么 很浓的那种 aroma 那味道 哇很重 然后你一下子 整个人觉得 哇好清新 但是这个清新 还不够今天早上 那个空间 那个才是natural的 那个是吹出来 然后进去的时候 哇我们两个就 脸对眼笑就笑 我们就进去一个房间 进去房间 没有啊 当然过程不用讲 那么清楚了 什么换衣服 那个不用讲 总之我们就进去 那个房间了 进去房间 就躺住 两个人 怎样啊 暗的 有点光 现在还太亮了 然后两个 非常壮大的一个女子 两个女子 我就来了 我说 哇 这个好 这个好 我就是需要有力一点 如果瘦瘦的 我还要担心一点 OK 她就暗了 哇 唇膳按摩 我自己爽 你们有做过spa的 你们就觉得 哇 很享受 哇 弄了差不多 四十五分钟 哇 唇膳弄 哇 又涂油啊 又怎样啊 然后出来的时候 两个人 哇 真的是 感觉要 怎样 马上回去房间 回家 睡这个 开冷气 还是怎样 睡在床里面 好好睡觉 总之就是 让你整个人放松 然后 过后呢 这个服务小姐 就拿了一杯热水 给我们 我们就喝了 那个热水 然后又跟我们谈了一下 这个 接下来的服务是什么 当然我们是 my coupon的 你们知道了 就是 是是是 下次我们再想一想 可以就好了 OK 这是因为便宜嘛 就走了 啪 就走了 这个过程 享受是很好 这个享受是很好的 然后 但是 这个过程 体验是很好 但是我们跟这个店里面的人 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 纯粹是来到这里 付一点钱 享受你们给我们的服务 让这个服务 让我们身体 让我们的精神放松 让我们享受 这个一段美好的 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拍拍屁股走了 就拍就走了 那 仅此而已 就是这样 我分文有这样的一个教会 牧师来到一个教会 他是在一个房间的 你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 他不在那个 不在这里 等到讲道的时候 他就跳出来 就讲道 讲完道之后 又盘进 又进去了 当然 我不做太多的解释 但是有这样 就是他不参与崇拜的 他只是负责 他的讲道 或者是一些 一些我们也听 有风文 有风文有这样的一个 有一些的 你进去里面 今天去崇拜 一个崇拜 哇 你完全是 你来那边 你去 我们去那边 人去那边 虽然是因为 你能够享受 今天那个崇拜 好像一场表演 这样 Ellen 那天你们去看一个表演 应该也不错吧 那种感觉 就是 是 应该有叫买我 没有叫我 OK 是 OK 我也是常常唱茶的歌 以前 OK 同一个时代 然后 你看 哇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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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呈现一场的 好像一场的表演 我们 在享受 那个崇拜 台上的那一群的人 在那边表演 无论是 这个敬拜赞美团 还是讲员 还是等一下 又做什么 哇 然后经过了 一场 心灵很享受的以外 OK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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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会了 就走掉了 那至于 里面的身边 的这些人事物 不是我们的事情 有全人 就是你们 其他人 专业人 存职 干事 同工 我们是 没有的 我们 想 我们过了 我们经历了那一场 舒服和平安 今天教会的崇拜 会不会到一个地步 我们是满足自我 感官的 一个崇拜 还是完成 对服事人员 就是完成一个义务 我做完我的工作 就走了 好像我们去消费一下 去做一个SPA 做完了 就走了 我带出来 这个意思是 因为有一个老师 也跟我们讲 今天的崇拜 好像一个SPA的崇拜 我听了 也觉得非常有趣 就把这个故事 这个图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自己 我们有做过SPA的经历 但是圣经讲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来这边 做SPA的 千万你们不要来这里 做SPA 你们要做SPA 你们去真的SPA 但是来到教会的崇拜 它的意义比我们做SPA 更美 更大 更深 我们要去 好好的去了解 不是只是做一场SPA 好像我这个对话 加温有很多 很好的SPA感觉 那个人就是我 No OK 所以No 圣经讲得很美 他说以福所书 二章十节 那里讲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 我们是We are God Masterpiece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 是在基督里面创造的 乃是叫我们 做他预先安排 给我们的美善之事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就是要承认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 我们是借助耶稣基督的救赎 而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 我们要献上敬拜 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 我们要重新来提醒 透过圣参来提醒 我们是被救赎的 我们以前是多么苦的 在罪里面 我们以前是多么的不自由 现在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能够享受很多 在过去我们享受不到的 我们继续来到这里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 上帝的杰作不单只是说 让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上帝的杰作 在以福所书里面 保罗用了很强烈的 另外一个图画就是身体 另外一个 或者是用了另外一幅的图画 是用圣殿 我们变成了上帝来建造 他圣殿的器材 我们生命里面成为了 建造圣殿里面的一部分 我们就是圣殿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就好像圣殿 圣殿是来做什么的 是祭司来这里只是烧东西 那就相遥一下 如果你没有去那种 那种Ototos的东正教会 哇好像你看进去 好像是比那个庙还要更多严 然后进去里面有很多天使 很多那个人偶 很多天使的那种雕像 很多那种哇满满的 你一走进去真的是不同 甚至你可以到一些 比较更豪华的所谓的这种教坛 这里真的是镀经 第三是玉座的 哇 好好的大理石 玉石 翡翠 钉在这些地方 哇你走的时候 好像黄金路 因为他们想象 他们的教会圣殿是什么 是启示录的圣殿 保罗说我们是圣殿 我们被神呼召成为 上帝的杰作 上帝的意识 让我们成为祂的殿 祂的殿就是让祂的荣耀 让祂的旨意 能够成就在祂的教会里面 教会是荣耀上帝的教会 然后保罗也 这个保罗也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在以福所书二章那里 我已经写出来了 19到22节那里 讲到说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上帝把我们巧妙地连在一起 在这个殿里面的时候 到最后 这个殿成为了圣灵的居所 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 我们不是来SPA 我们是来成为上帝的杰作 我们要成为主的殿 我们要成为圣灵的居所 我们要在圣灵的居所里面 然后保罗讲了圣灵的居所过后 就等一下你到第四章 刚才我们讲的 你看就讲到 讲到弟兄姊妹 大家都是怎样 一体的 大家都是彼此联络的 大家都是有关系的 不是没关系的 大家都是要好好去建造这个关系 因为我们被神召来 不是陌生的 是要大家来认识 你跟我是有 因为我们有一个主 因为我们是一个喜 因为我们有一个上帝 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一个圣灵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要好好的 为了主的殿 为了主上帝的杰作 我们要好好认识 我们把好了 要再珍惜这里的团契 我们不可以把这里的团契 当成是普通的 我们要把这里的团契 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一个好像家里面 一定要有团契的 不可以说我不可以有团 一定要有团契 一定要有的 以前我们是在家里面成长的 现在上帝要把我们的关系 拉大一点 拉阔一点 要跟这一群的人 建立这个关系 你说我不能够跟所有的人 那好好跟这小部分 至少有一个小组 至少有一个关系群体 让我们继续来了解 我再很快地带过去 门徒栽培 他必须是要透过关系信 你说我要成长 很多人说 基督徒过后要做什么呢 信耶稣受洗的过后要做什么 那你去好好的成长 好好的被栽培 其中一个被栽培 就是好好在你的关系上被栽培 我在讲说 这些的经文 都是很具体地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需要在这关系上里面来表达的 因为这些关系都是 意义地告诉我们 很重要的身份 一 十节里面 有六 六节 六个节命 是讲到关系的 讲到关系的 OK 上帝的子民 子民在一起 就是有关系 因为子民在一起 就会去建造一些东西 建造一起的时候 需要关系吗 需要 因为大家要讨论了 要坐下来 要做工 还是要 要生活 然后我们是 这个基督社身体 刚才我讲了 我们要彼此照顾 因为身体不可以不照顾的 不照顾这个身体就臭了 这个身体就会坏了 这个身体怎样 还会中风啊 有些教会 有人形容说 有一些的教会是中风的教会 是吗 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很活跃 一般不活跃 一般的人 不能动了 另外一般好像很活跃 哇 要动我要动 说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吗 如果耶稣看我们 哎呀 中风的教会 糟糕了 不可以 耶稣要医治我们 是不是 我们要动的时候 当然要全部动 哪里可能是中风 是不是 如果你看过中风的人 你知道你看 他可能手不能动 脚不能动 可能一半有动 一半没有动 或者是上半身不动 上半身动 你看 有奇奇怪怪的 所以我们要 这个 这个圣经说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属灵的团契 这里也表达说 属灵的团契是 我们要彼此认识 彼此团契 好像主跟我们团契一样 我们跟主有团契的人 一定会跟人有团契的 你相不相信 我们跟耶稣 跟神有团契的人 我们一定会跟人有团契的 而且当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们跟人的关系 也会越来越好 然后我们也是一群 顺服在耶稣 存下的这个组合 我们是蒙召顺服主 和过肢体 向爱生活的一群人 我们也是预约的传体 我们是蒙福音恩召 是因为福音 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 我们彼此立约 我们成为团契里面的一分子 所以我们立约 我们不单是跟主立约 其实我们同时间 也跟教会立这个约 所以立约是很重要的 我们继续看下去 光明之子 我也不要讲了 就是我们是光明的 因为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那里讲到说 那爱弟兄的 就应该彼此有团契 就是住在光明中 所以我们有团契的人 我们是住在光明中的 昨天晚上 我刚刚参加了一个团契 大家彼此敞开 有些人就谈到 他生活上的挣扎 谈到生活上的一些疑惑 对上帝的埋怨 对上帝的疑惑 但是大家在一起 彼此相寸 大家在一起 彼此的祷告 彼此的扶持 这条信仰的路 你看到越来越走 走得比较 越来越稳定 所以这样 这个情况 而且我想教会 我们今天教会 也提供了不同的 怎样说 各类的 各式的 这一个 关系的 群体的 这个机会 好像我们有大团 我们有小组 我们等一下有 会后的小组 我们有 甚至我们可以 透过事工的里面 也成为了一个 小关系群体 大家一起 因为侍奉 我们编为 成为 一个彼此认识的 一个小群体 一个小群体 所以我们只要是 融合在 不同的人里面 我们都是在建立 这个教会 然后 不单只是谈一些 外面的生活的事情 我们也谈一些 生活的挣扎 然后彼此在 信心里面 在信仰的里面 来鼓励 我想这是一件 美好的事情 因为我想 主耶稣知道 我们的软弱 我们若没有 这个群体 我们走不远的 我们走不远的 我们当中 一开始来到 这个教会的时候 包括我 刚刚第一次 来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都很陌生 你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 那种感觉 就好像 来到一个新地方 感觉好像 还没有回家的感觉 这个是不是我的家 虽然都是教会 但是 一次认识 两次 现在差不多有 七八次 十次的时间 我们彼此认识的时候 跟你们聊 原来你们都是这么可爱的 原来你们都是这样 可以亲近的 原来你们都是 可以敞开的 大家彼此认识的时候 我也会敞开一点 有时候 我也会跟传道敞开一点 也会跟师母敞开一点 也会跟领袖敞开一点 我的心灵的需要 我的家庭的需要 他们也安慰了我 他们也鼓励了我 有时候也给我一些 很好的宝贵的意见 都是让我觉得 在这个团契里面 一起成长的 这是很好的事情 这是很好的事情 我想好像 我还记得德荣轩 德荣轩 德荣轩 OK 然后 你自己曾经 他有跟我分享过 他当年为什么 会来小组这么活的 就是因为他在小组里面 经历了 那个关系上的扶持 也是他在工作上 多么的累 他都尽量地 抽空地 去到他自己的那个小组 不然他今天会成为 教会领袖的主席 我想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还是相当 他可能是迷失在社会里面 可能今天礼拜天 要回到office里面 工作 就是一个工作的人 但是他没有 他在传气里面 他被不断地彼此提醒 不断地被彼此的鼓励 使他能够 热于主的传气里面 金善说 我们相爱不要在愚言上 我们总要在行为和真诚上 表现出来 当愿我们真的能够去 不断地去体验这个表达 我说关系也是一种彼此的牧养 你说牧师 你一个人 你怎么牧养我们这么多人 我说是的 我不能够牧养你们全部 你说领袖传道 你能够牧养我们全部人 我说不能 我们不能牧养你们全部人 那谁能够牧养呢 彼此的牧养 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身体 当身体这里痛的时候 它只是这里痛吗 没有 全身会觉得痛 哇 所以牧养的时候 可能是手这边赶快去扶它 去抓住它 还是按摩它 去帮助它 可能会这个肢体会动 但是大家会感觉到痛 再不行的话 嘴巴要填一下 哇 乖乖 所以你看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式 来关心这个软弱的肢体 让这个肢体得到帮助 让这个肢体得到安慰 让这个肢体得到照顾 使这个肢体以后也融入 继续融入这个肢体 我就说一个见证 一个 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教会的一个见证 有一个牧师被派到这一个教会去 那个会长就 就要来找这个教会的领袖 说领袖来聚一下 来问你们 这个牧师派到你们教会去 你们觉得怎样啊 那个教会礼秀马上 因为叫会长来嘛 就对会长说 会长 看这个牧师不行啊 你请你要把他派走吧 因为这个牧师呢 每次跟我们探反的时候啊 只有做两件事情 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跟那个会友 去到那个家 跟他握个手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坐那边看报纸 第三件事情呢 就在握个手就拜拜了 就走了 说牧师啊 不可以啊 这个牧师不会讲话 太怕了鸟 讲道方面 内容是有啦 但是会长啊 他讲道啊 是看着讲道讲 讲的 没有看着人讲道的 会长 有这样的事情啊 不用紧 我跟那个牧师谈一谈 我跟那个牧师谈一谈 这个会长就跟教区讲 去找这个牧师 就跟那个牧师讲说 牧师你知道吗 你的会友 有跟你 有跟我们分享 回应说 你有这样的情况啊 那个牧师很感动地说 他说 会长 这样的一个回应 是我做牧师这么久 是第一次 有人这样跟我讲的 第一次跟我们这样讲 从来没有跟我 没有人跟我讲 我是看法 是看报纸罢了 握手 看报纸罢了 他自己可能也没发觉到 然后讲道 只是看讲章 哦 会长也明白 说不愿意不愿意 就跟他谈了一般 教导他怎么做 然后也跟会友领袖 不是会友领袖 教会领袖们就谈了一下 不如 我再给 再给这个牧师一点机会 再让他放在你们这边一点 几个月过来我再来 我打电话过来给你们 过后呢 这个几个月后呢 会长又真的了 联络这些领袖 怎样啊领袖 这个牧师还可以吗 有没有进步啊 还是像你们以前说的那样啊 会长啊会长 有进步了啦 至少他现在去探访啊 不是只是看报纸 就是会跟人家讲两句 不然坐在那边乖乖地听 我们讲话啦 不然讲不多话啦 讲到方面呢 我眼睛头一抬一下 看我们一下笑一下 就继续讲到 有进步了啦 有进步了啦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这样会长就说 很好啊 再过一段时间过后 再过一段时间 大概过了差不多 一段时间差不多过了两年 过了两年过后 会长又看到 这些领袖就 就问了 怎样啊现在 要不要我把这个牧师 调走啊 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 会长会长 不可以啊不可以啊 这个牧师现在啊 哇跟我们探访啊 很好啊 自己会主动的了 会跟那些 会有讲话 关心他们了 讲到啊 越讲越好啊 还会奔奔跳跳了 现在不用讲赞了 已经啊 很好了啦 说 教会又有明显的进步 人又多了 哇很多人来喔 因为这个牧师 也扮演那个 他的很好的角色 说会长 你不要派他走 你不可以派他走 继续把他留下来 那会长呢 就笑笑 硬笑 就对着那个 我看是时候 把这个牧师派走了 我要派另外一个 不是很好的牧师 再来你们 因为你们有这样的经历了嘛 你们能够去引导这个牧师 牧养这个牧师 这个牧师也被你们牧养 那个牧师也去牧养别人嘛 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的 他们也 笑笑笑 这个故事里面 我看到说 原来在关心的里面 是一种彼此牧养 你说牧师需要被牧养吗 教会领袖需要被牧养吗 需要的 需要的 不是只有会有需要牧养 而且是彼此牧养 其实你在牧养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 你就在其实在牧养自己 比如一天 你虚弱的时候 你懒弱的时候 别人会跑过来 帮助我们的 教会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我们不要让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争的地方 我们不要让一个基督的身体 成为一个分散的一个身体 成为一个中风的身体 我们不要让一个教会的群体 成为一个受散的地方 但是有时候我们说 等一下我会谈到说 教会是难免会遇到一些冲突的问题 好 我们很快地去进入一个应院的情况 好不好 我们跳一下 这个牧师已经讲了 我今天要谈到主要 就把几个三个应院的东西 很快地带过去 第一个 教会是 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找到朋友的 而且找到一些是很真诚的朋友 我记得我在我生命当中 最好的朋友是在教会里面找到 他不单只是跟我一起 笑笑嘻嘻嘻笑笑去看电影 去吃东西 他真的是一个可以谈心 然后也可以谈心 可以彼此祷告的一个真实的朋友 当然在朋友当中 我们也可以学习成为一个团契 在团契的里面 是一个彼此学习的机会 是一个能够把我生命经历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机会 我想在小组的里面 大家都在分享 你的分享可能有一些人不是很注意听 但是有一些人是很注意听的 搞不好你的分享就帮助了那一个人 最后教会是也会有冲突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人 我们虽然被耶稣救赎 但是我们是一个人 我们没有那么完美的 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会冲突 在冲突的里面 我们也不要觉得他大惊小怪 因为在冲突的里面 我们的确是可以 可以在里面学习的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 在帮忙一个女士 他就想到 教会某一些方面的神学 他就觉得说 这个教会的神学有问题 神学有问题 后来他就 那个姐妹就离开了那个教会 完全那个牧师就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姐妹来教会 好好的为什么忽然间 离开了这个教会 后来这个姐妹就跟 那个牧师的师母 就跟她讲 你们教会的神学不好 哪有可能是这样讲的 不对不对 而且我还找另外一个牧师 也跟她讲 她也觉得说 那个牧师 这个教会有点问题 所以我不去你们教会了 我们去另外一个教会 那个师母就 哇 大件事情 就马上回去 跟牧师报告 牧师就很关心 就去探访这个姐妹 想了解到底什么事情 了解了过后 了解了过后 就跟她解释 原来我们讲的 这个教会牧师讲这句话 是因为 你听尽了这句话 但是你没有听尽 牧师前面讲了很多话 只是听了这句话 前面没有听 所以我叫解释 解释了好过后 那个姐妹心 心里面也觉得比较舒服 哦 原来是这样 叫你们教会不是一段啊 我说不是不是 那个牧师说不是不是不是 绝对不是一段啊 只是表达的 文字的表达 的确是有一些 可能会引起 让我们改正一下 所以在冲突的里面 其实我们是可以 可以去处理的 而且在冲突里面 保罗说什么 我们是神的神明 我们是圣洁 门爱的神明 我们也学习 在这个群体的里面 把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爱 得到的圣洁 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 在里面 我们不单会有 面对冲突 面对一些伤害 有时候 讲者无益 听者有益的时候 但愿我们能够 以恩慈包容 所以说教会 在关系的里面 我们不单只是一个牧养 其实我们是一个 培养品格 培养属灵国质的 一个地方 在教会的里面 我成为了越来越有忍耐的人 在这个教会的里面 我成为了一个 很持久的人 我不会像以前这样 坐视三分钟热度 现在我会坐视 三分 坐视七分钟热度 还没有达到十分 七分 很不错的 在教会的里面 我学习己律 在教会的里面 我学习 怎样的以爱 彼此相待 在教会的里面 我学习忍耐 那些 言语上 伤害我的人 我们是这样的 教会是这样的一个群体 但愿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既然领受了 这个新造的人 新的身份 我们是基督 这么好的身体 这么好的国民 这么好的家里面的人 但愿我们 能够 好好的去经营 这个关系 所以等一下 接下来 我要参加相处了 我要有关系了 好不好 跟这个肢体 连在一起 好 连在自己 让这个肢体 彼此的 帮助你 彼此的 你也会帮助到别人的 我们一起祷告 牧师在这里 也挑战你们 今天你跟主 有一个回应 听了神的话过后 神常常说 我的子民在哪里 回应我话语的人 在哪里 但愿我们 就在这里 做一个回应 我们在这里 向天父来回应 向我们的神 回应 因为我们被救赎 我们被救赎 不是 不是只是来 享受这个 SPA 我们最救赎 乃是要在 这个教会的里面 继续有 美好的关系 团企 让我们做一个回应 跟上帝 自己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在你面前 亲自各自的 回应的时候 主 我们知道 我们生活满路 但我们知道 我们不可以 缺乏这个关系 特别是 在主的教会里面 在走属灵信仰的道路当中 要成为一个 中心的门徒 不是只是嘴巴讲讲 头脑想想而已 而是要真实的行动 主啊 你今天也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要有 关系的途径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在关系上 能够珍惜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融入在 主的群体里面 让这个身体 彼此的联络 合适的长大 让我们越来越有 基督的掩饰 让我们的恩赐 彼此的服侍 彼此的建造 使我们看到 这个教会 不是一个 史诚诚的教会 那是一个 充满关系 活气 活力的教会 求主施恩 求主建造 你自己的教会 愿基督耶稣 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我们的中心 奉耶稣基督的名 大告 Amen